好 人人都爱云计算 Windows Azure系列课程第七课 Remote App服务 我是张成 自身解决方案工程师 同时也拥有两门MCSE证书 六次被评选污染最有价的专家 右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微信公众账号 好 那我们还是老规矩 来讲Windows Azure的SaaS服务 其实我们课程到现在 逻辑应该是这样的 一开始是概览的课程 然后接下来是ICE的课 然后是SaaS 然后再到PaaS 究其这个顺势呢 我觉得有两点 第一呢就是说 从学习的重要程度来说 应该ICE是放在第一位 这个是不用置疑的 然后SaaS应该是在最后一位 那我们为什么把PaaS的课 放在最后讲呢 把PaaS跟SaaS做了个颠倒的 因为第一PaaS相对SaaS来说比较难 第二PaaS需要更多的一个开发经验 所以说我把所有听众的定位都是偏向于ITPro 所以说我们把PaaS的内容放到最后 好 那老规矩课程目录 我尽量在每一次课程当中 把所有的技术点分成三大块内容 那这样也是比较有助于我们去消化 如果实在内容比较多呢 我会做上下两级或者做三级的课程 那我们来看一下Remote APP Remote APP 我们今天的课程目录主要会讲三块 第一块是远程桌面技术的演化 这个其实跟Windows Area的Remote APP没有关系 就是说先让我们大家知道什么是Remote APP 然后第二块我们会去看 C有云的Remote APP是怎么样的一个构建 就是说我们肯定所有的东西先从C有云再到公有云吧 第三块我们看怎么样从Windows Area当中去构建一个SaaS级别的Remote APP 那远程桌面其实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东西 其实看过我们课程的学员应该知道了 我们在课程当中也无数次的去提及Remote APP 虚拟桌面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我们说过如果说虚极是一个容器 它去把我们的资源进行一个封装的话 那我们最终去连接到我们这个容器 我们还是要通过什么 还是要通过网络吧 那Remote APP更多的 RDS更多的其实就是一个网络的一个协议吧 对吧 RDP协议 通过RDP协议 走38的端口去连到我们的目标端 那它其实也是我们整个计算机演化的一个模型 因为我们知道最早计算机是什么 都是那种大型计算机吧 我们其实每一个客户端都是什么 通过Terminal的方式去连接 所以说某种程度 我们远程桌面服务可以说是Windows平台上的一个Terminal技术的实现 应该这么有去定义比较好 那我们在Windows上通过远程桌面服务 比如说通过开始运行快捷接MSTSC 然后去填写一下我们的服务器地址 然后通过我们389端口去连接到目标的计算机 当然我们可以知道目标计算机不光是Windows 比如说Windows服务器 比如说Windows2003,Windows2008,Windows2012 对吧 像Windows2003也好 那默认是带两加一个 也就是三个免费的一个连接许可 那比如说2008和2012 那免费的只是一个连接许可 我们如果要激活更多的一个连接并发的话 我们可能需要去通过购买额外远程桌面license的方式去使用 那同样Windows7也好 Windows8也好 我们的客户端操作系统同样也可以支持远程桌面服务 比如说这是我个人的桌面 比如说有机器属性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remote 我们可以这边有个选项 我们只要勾选这个勾 那用户其他人就可以连接过来 但是这边请注意 在Windows7或者Windows8 或者之前WindowsXP的客户端操作系统上面 远程桌面它只能够是什么一个连法 就是说如果其他人连上我之后 我这边必须注意 因为所谓的客户端操作系统 它只是支持单个绘画的一个远程桌面服务 那远程桌面的优势在哪里 我们再看一下 我个人把它总结为两块 第一是只传送桌面和图标 键盘操作节省带宽 也就是说试想一下 我们之前的RDP去连接到服务器 比如说使用服务器上的一些资源 那我本地可能资源比较有限 可能是个受终端 对吧 然后我通过远程桌面协议 连接到远程的服务器 去执行一些命令操作 然后最终的计算资源 它其实都在服务器上 因为服务器的可能物理阻击的性能 会比较好一点 这是一点 那第二是什么呢 第二就是说 某些特定的应用 我们如果连上去操作的话 这样会更安全一点 怎么去理解呢 因为如果我们在本地 也就是客户端去执行一些操作 可能说如果我的PC发生了丢失的话 那可能就有数据的丢失 而通过远程桌面这种技术的话 我们连到我们的中端服务器 所有的操作在中端服务器上 至少可以确保我们所有数据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那基于这个技术的演化 我们目前比较流行的一个技术就是VDI 对吧 叫Vertra Desktop Infrastructure VDI技术它其实就是说 从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连到服务器上去操作 服务器主机 而演变为我们连到服务器上去获得 服务器上面的一个虚拟桌面 因为我们在服务器上可以去使用虚拟化技术 比如说像无人的Hyper-V 或者像VMW的VSphere 我们都可以在一台很强劲的主机上去虚拟 比如说100个甚至更多的虚拟 虚拟客户端 比如说Win7 那我们一个用户 只要每个用户都去通过 远程桌面协议 连接到服务器上的这个桌面客户端系统 那这样的优势其实对于企业做一个批量管理 或者说程序安装 或者安全性来说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这是一个优势 也就是说从节约带宽安全性 这些管理上面去讲 那还有一个优势是说 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多类型的终端去连接 证桌面 那比如说我之前可以看到像iPad 像iOS的系统 就苹果的它的系统 它的其实封闭性比较强 对吧 它上面最早它既不能播放flash 当然现在也不能播放flash 也不能去运行一些 比如说office的程序等等 那我们可以通过在苹果的客户端上去安装一个 远程桌面的客户端 然后再连接到我们的后台的一个围期 或者等等其他服务器上的一个操作系统 从而去获得一个数据的一个访问 所以说这是我个人总结的 有关于桌面的一个总体的两个优势 第一就是偏于管理 第二是多类型中端的支持 那私有云 也就是说我们看一下私有云的remote app 那从整个业界来说是有三巨头 我称为微软 Citrix和Memoware 这三家应该做可能整体的做remote app 比较多一点 那归根结底这边还要引一个话 就remote app跟远程桌面到底有什么区别 那其实我这边就来演示一个remote app 远程桌面其实每个人都很了解 像我们mstsc运行 然后直接连到的是桌面 而remote app连接到的这边往前的 它连接到的是一个应用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我有一个portal 那这边有个IE浏览器 这是一个app 然后是一个标准的remote app 我点击一下 我们点击一下connect 然后yes 它其实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它的一个 连接的一个窗口 某种程度上跟我们传统去连远程桌面也很像 但是它打开的却是一个应用 那有什么好处呢 那这个应用其实就跟我本地的应用体现出来 其实非常的像 当然它的IP地址肯定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IE的IP地址 然后我们IP看一下 104024 那这个IP地址呢 好89.135 说白了就是说这个IE它就是一个remote app 我们通过进程工具也可以看到 除了我IE图标的这个IE 那remote app这个 它的进程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可以找到应该是 我们来找找看 它其实是这个进程 对吧 MSTSE 那MSTSE其实就是我们remote app的进程 我们把这个杀掉 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我点GOK的时候 这个IE图标应该就会消失掉 我们可以看到是不是被杀掉了 那它其实就是说 因为某种程度 我其实现在想要的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远程桌面主机上的某一个应用程序 比如说我想用远程桌面主机上的IE 这个IE可以访问我内网的相关的网站 而我们以前的remote app 所连接的是一个什么 完整的桌面 那这样的必处在哪里 第一 可能如果某些程度下 我带宽资源比较有限的情况下 使用更多的一个桌面显示 会占用我额外的带宽资源 那第二就是说 从remote app的角度来说 它交还给我一个应用 从用户体验来说应该说更好 所以说这是我个人觉得它的两个优势 我们访问remote app 我们可以看到通过RDweb 就是我刚刚通过IE浏览器的方式 去访问它的那个 比如说这边我们可以设想 它有很多远程桌面 圆程桌面的remote app的图标 然后我可以一个个去点击打开 那同样我也可以基于 Feed的方式做成我们传统开始菜单里面的这种形式 那我这边就不做多做演示 那同样我们现在的 像IOS客户端 我们也可以直接装像RDclient这样的 微软官方出的第三方的客户 微软官方出的客户端 或者一些第三方的 像我记得之前Pocket Cloud 它所支持的一些客户端 我们也可以去访问我们服务器上的remote app 那remote app它其实后台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当前这个IE到底是运行在哪台机器上的呢 那我们通过 打开 我们通过远程桌面的方式 连到我这台 后台这台主机 其实这台主机 大家可能也可以猜到 这台主机本身也是运行在Windows Air上面 那我这边就需要安装一个组件叫RDS Remote Desktop Service 然后这边是我新建了一个集合叫Finders IE 然后这边发布了一个程序就是IE Explorer 其实我们所以说我们刚看到的那个IE 它最终是连接到这台机上的IE 当然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些公网的发布等等 使用RD网关 那这边因为我本次客户不是说 叫大家私有营的remote app 所以说我也不进行深入 那我们就来看接下来的重点 那Windows Air的remote type 它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说Windows Air的remote type 我觉得它的最大的价值 就是说把这个东西后台全部都抽下来 因为本身上的部署一个remote type 不是这么容易 第二就是说它真正做到了一个云应用的概念 公有云应用的概念 而不是私有云应用的概念 那我们通过Air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边 现在激活的remote type这个订阅 因为它默认好像是还是一个预览功能的 然后我们可以创建 它这边所有的应用就是一组集合 比如说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创建一个应用 我要EDU这个集合 它说它只能用小写 然后region 它说应该是不能用数字 stage 然后plan我们选择比较高级的 它这边其实内置了一些模板 比如说office的模板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就用一个简单点的 一个serv2012的模板 这边它其实就会花一点时间去创建这个集合 而创建之后我们就可以发布这个集合上的一些应用程序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remote app的程序就已经新建好了 它现在的状态是active的状态 然后我们需要在本地可以装一个客户端程序 只要点击这个链接 我们就可以装一个客户端程序 那我这里讲 当前我这个客户端已经使用了我刚刚那个账号登录 这就是我所发布出来的程序 比如说我们点击一个command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地方要注意 就是说私有云的remote app 它所登录的账号是你当前那台服务器所在域的一个域账户 而这边Windows Area上的所有的remote app的登录的账号 是我们在Windows Area上注册的Windows Live ID的账号 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就体现出公有云服务的一个便捷性 它不需要你再去建任何的目录服务 只需要你有Windows Live ID 我们在这边我们就可以去管理我们所有的用户 比如说我这边如果我要把这个程序去共享给其他人的话 我们只需要把他当前的一个账户给加进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EDU就是我们刚刚新建的这个remote app 集合里面已经发布的程序 我们默认它有这些 那我们已经全部进行了发布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所启用的这个remote app GP的command窗口 其他我就不进行演示 所以来说是非常的方便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当前的一个绘画链接的情况 我们刚刚登录的时候 它的一个绘画界这边就捕获到了 那它作为公有云服务除此之外 还有我们当前也可以添加其他的一些应用程序 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定义去模板 比如说我想创建一个由我个人应用程序的一个模板集合 那我们这边也可以去创建 可能可以去新建我们的个模板 这边我就不演示了 我们template我们可以上传我们的模板 作为公有云服它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它可以scaleout 我们可以看到默认它这边有20个用户 那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scaleout 我们把它进行一个扩展 那这就是我们所有公有云上remote app的演示 不是说明的 电话说明的方式 就是我们不能让我们使用的 它的表面